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美聯儲主席Jay Powell自己也承認 為應對此次的股災以及經濟危機 美聯儲已經跨越了多條不可跨越的紅線 然而就在美國開始解封 股市也已經回到2月的高點 紐約聯邦銀行主席William卻爆出 美聯儲正在積極思考收益率曲線控制 一個傲戰以來沒有被美聯儲動用過的絕招 難道是還嫌美股不夠高嗎? 今天這個視頻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收益率曲線控制究竟是什麼 對我們投資者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大家好,我是CK,一個致力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每週三、週六準時看新視頻 記得訂閱以及點擊小鈴鐺來獲取最新視頻哦! 現在視頻正式開始! 大家一定還記得2019年年底的那一次收益率曲線反轉 也就是10年的國債利率低於2年的國債利率 導致大家紛紛猜測2020年是否會經歷金融危機 直接導致了股市的恐慌 現在2020年就真的金融危機了 雖然打火線並不是又一個雷曼兄弟的倒台 但也可以看出收益率曲線究竟有多麼的重要 所謂的收益率曲線 其實就是不同長短國債的利率所劃出的線 這條線會隨著每時每刻國債價格的變化而變化 而現在,美聯儲在謀劃的收益率曲線控制 就是事先設立這條曲線的利率 然後通過購買以及拋售國債 來使得收益率曲線維持在事先設定的利率 從傳統意義上來說 美聯儲平時所說的減息以及增息 影響的更多是短期國債的利率 而不是類似10年甚至30年的長期國債利率 這就給了美聯儲主席J-POWER帶來了不少噩夢 如果投資者們想要投資國債保值 蜂擁購入長期國債,導致價格太高,利率降低 我們就可能出現了2019年 以及2020年股災時發生的那種收益率曲線反轉 但如果投資者們流動資金發生問題 想要拋售國債套現 又或者想要套現去這蹭蹭往上竄的股市牛市中獲利 就會導致長期國債價格下跌,利率上升 就像現在 但這要是利率太高呢,美聯儲也慌 因為政府所有的這些救市都需要借錢 利率越高,說明新發行國債借錢的成本就越高 所以現在美聯儲正在考慮的 就是直接定下目標國債利率 一旦曲線被控制 各種國債因為賤賣利率飆升 又或者是2019年年底 那種曲線反轉的恐慌就再也不會出現了 而通過炒國債獲利的投資者們 Rest in peace 那麼有人可能會想問CK 現在美聯儲正在實施的量化寬鬆QE 也就是美聯儲購買國債 這和收益率曲線控制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CK的答案是,他們還是不一樣的 並且這個收益率曲線正是要替代量化寬鬆QE的存在 當前的量化寬鬆QE 是美聯儲公佈接下去每一天要購買多少國債 然後根據事先設定好的金額買買買 而收益率曲線卻是定下國債的利率目標 為了達到設定的利率目標 無論是要多少錢購買國債都可以 從理論上來說 收益率曲線控制比起QE的一個優點是 一旦大家知道央行會對利率控制 就不會再試圖以更高或更低的利率買賣國債 這樣一來,反而起到了穩定國債利率的效果 比起QE事先預定的雜錢金額 收益率曲線控制成功的話 反而不需要美聯儲商那麼多的錢 日本從2016年就開啟了收益率曲線控制 當時的日本將短期利息降到負的0.1%之後呢 既要用曲線控制將10年的國債利率控制在了0% 來進一步的鼓勵經濟 日本央行在實施曲線控制之後 購買國債的力度相比先前的QE的確有所下跌 這一點或許是收益率曲線控制 相比量化寬鬆佔優勢的地方 如果美聯儲的確如許多人預測的那樣 在2020年底前實施這一舉措 這個優勢估計也會是Jpower搬出來用的 但前提是,大家還願意購買國債的話 經濟學家John Silvia在上週的採訪中 點出了其中的要害 你提到,如果您在控制 而不讓市場指定 未來的機會發展 財政期望,我們常常看著 在長期的路線上 如果市場在某程度上操作 市場在某程度上 如何看待市場的財政期望 和所預防收益土耳 正確保應 很多人不購買那些貨幣 而在本來 菲律可以購買那些貨幣 在嘗試保持貨幣的貨幣的貨幣 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情況 John Silvia所提到的弊端 在二債美聯儲使用這一政策時就出現過 因為通貨膨脹 市場經濟開始抬高國債利率 當時的美聯儲為了將利率拉回到設定的目標利率 最終購買了整整100億的國債 而第二個收益率曲線控制 與量化寬鬆QE的不同點就在於,目的不同 量化寬鬆QE主要目的是在於解決市場流動性的問題 美聯儲通過量化寬鬆購買定量國債 給市場增加現金供給,同時給市場信心 控制國債利率則不是主要的目的 收益率曲線控制則不同 目的主要在於降低長期國債利率用來促進貸款 這將會是除了負利息之外 另一個美聯儲可能跨入的紅色區域 研究表明,當央行短期利息已經為0 如果能夠控制中長期國債到低利率 將有效幫助經濟在經濟危機中恢復 雖然現在降息到0,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借貸成本 但對於那些10年以上的公司貸款 或是30年的房屋貸款成本 影響沒有那麼的直接 如果曲線控制 將能夠直接降低像是10年或是30年的國債利率 從而直接降低相對應時間長度的貸款利息 這理論上可以促進實體經濟 但Ray Dalio在之前一篇 《這個世界已瘋狂,系統已破碎》的文章中就有提到 這樣的減息刺激是無用的 Ray Dalio對此的解釋是這樣的 這些被強加於投資者們的錢 之所以沒有成功刺激到經濟或是通貨膨脹 是因為這些投資者會選擇投資這些錢 而不是花錢 正向是你只能拉一條繩子,而不能推繩子 貨幣政策雖然對控制通貨膨脹有效 卻對通貨緊縮很難有實際效應 這些強加的免費錢導致了金融資產的價格被轟高 經濟以及通貨卻依舊遲緩 這邊Ray Dalio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健康的市場經濟中 公司借錢會投資做市場擴張 或是購買工廠器材來增加效率 僱用更多的員工,從而改善就業率以及經濟 但在如今這些公司 會更偏向於將錢投入到金融資產中 因為他們知道央行不願市場崩潰 必要時會印更多的錢來救市 所以投資金融資產比起真正的投資產業 要少很多不確定因素,也更安全 最終就又導致了股價的飆高 以及美元的貶值 投行Saxo Bank的股市分析師Peter Garry 對歷史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在1942-1951年 美國使用收益率曲線控制期間 美股雖然在1946-1949年間 由於20%的高通膨,而實際回報率為負數 但即使如此,在整個1942-1951年間 美股依然取得了去通膨後 實際每年5.6%的回報率 日本的情況也類似 從推行政策後,2016年9月到2017年11月 日本股市比全球股市指數多上漲了12% 2017年11月之後,因為日本政府推行了財政緊縮 股市才開始回落 Peter Garry因此得出結論 如果美國開始收益率曲線控制 美股可能會再漲一波 所有的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哈 澳洲央行就在今年3月 成為了繼日本之後 第二個使用這個非傳統意義的救市策略 選用了3年國債市首 將利率定格在了0.25% 並且為了穩定國債市場 從而減少央行需要購買國債的力度 還附帶了一個條件 央行在確信通膨被提升到2%之前 絕對不會加息 所以Peter認為,今年年底前 美聯儲就有可能會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 因為這能允許財政部繼續赤字,刺激經濟 而不用擔憂國債市場的穩定性 但Peter認為,美聯儲應該不會在這週 剛結束的FOMC會議後直接宣布 介於現在美股處於高位 美聯儲很可能將此工具留在工具箱中 等到之後幾個月市場動盪時再啟用 對於這樣變化莫測的市場 之前CK的兩支視頻 或許可以給大家對2020年下半年 如何投資帶來一些幫助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主要文章鏈接會在評論中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